8月24日是香港創科黑暗的一天 令人痛心 反修例风波蔓延香港国区 更演变成无差别的大事破坏 8月24日官堂反修例游行期间 示威者破坏了20支智慧灯柱 只担心这些灯柱会有人面识别的功能 会将市民的个人资料送中 回顾17年10月 特首林郑月娥在资政报告正式提出 将于几个试点进行多功能智慧灯柱试验计划 当时并未引起争议 立法会以24票赞成 4票反对 6票棄权通过撥款 赞成的议员还包括 资讯科技界的莫乃光 以及公民党的谭文豪 其后政府也多次解释过 智慧灯柱并无人面识别功能 可惜大家都充以不民 根据调查显示 现时香港于全球智慧城市的排名 仅仅排第68 会否因而再被拖慢步伐 智慧灯柱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黄家伟 就这样认为 今次智慧灯柱也好 或者IoT也好 都是一个智慧城市的基础 如果我们不去做的时候 永远都会继续落后下去 等于大家再幻想一下 20年前或30年前 大家搭地铁是用储植飞的 如果大家当日不去再用八达通的时候 大家今天就已经不可能 用八达通去做其他东西 我想是一个进程 但是大家要接受得到改变 如果大家说 如果有改变我就不接受了 我觉得你是有其他目的的 香港就不会有进步